双西区上林里的银法共餐每个月举行一次 今天在共餐前 一群来自海洋大学的团队 来到社区教导长者制作环保清洁剂 而且长者也是兴致勃勃 只要使用橘子皮、黑糖等原料 就能发酵成一大罐环保清洁剂 让长者都爱不释手 上林里跟社区一个月一次的共餐活动 那刚好我们社会客有 美合我们国立海洋大学的一个生根计划 来这边由老师来教导我们 酵素的一个制作过程 那我们参加的这个民众很踊跃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 那社区对于酵素的一个教导 能够大家能够普遍以环保的概念 来运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当立长表示 上林里和社区发展协会合作 开板银法共餐已有多年 从一开始用送餐的方式 到现在让长者一个月到活动中心 齐聚一起吃饭画家常 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很感谢有许多善心人士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让共餐也已经有十年了 而共餐前的一些活动 也是每每都让长者期待不已 跟海洋大学有一个 SUR的美化环境 他们所谓的从我们过去的 李山的观念 然后到李海的观念 到现在溯源到我们李川 就河川 那把我们的地方的环境 让他能够友善的对待他 那今天呢借这个共餐的机会 对我们地方的长辈 做一个教育宣导 那宣导他们使用 那个有机的清洁剂 尤其我们的环保清洁剂 让它无灵的 不会排放到河川 产生河川的污染 那从这个基础的 教育训练开始 那跟和我们的海洋大学合作 上西区区长表示 感谢海洋大学USR计划 到上林里教导长辈 利用随手可得的素材 就能做出一大罐好用又环保的清洁剂 加上团队的陪伴 让长者一整天都不无聊 这样的活动 也可以促进长者走出家门 到社区活到老学到老 杰成威双西采访报道